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們在今天晚上的11點30分 還是針對哈格比颱風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警戒的區域還是在台灣的北部海面 跟台灣的東北部海面 從位置上來說的話 它目前的位置是在花蓮的東方 260公里的海面上 那持續以朝西北方掠過台灣東北角的近海 之後再進入中國大陸 那在強度上來說的話 它目前的強度還是一個輕度颱風 在過去三小時 在強度上並沒有明顯增強的現象 但是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在未來接近台灣的過程當中 它的強度上來講 還是有略略增強的趨勢 另外要注意的是 它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會是在明天的清晨到白天這段時間 因此在明天的清晨到白天的時候 台灣的在桃園以北 還有基隆北海岸以及東北角這一帶 風雨的狀況可能會比較大 因為適逢上班期間 雖然沒有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大家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至於海面風浪的部分 第一個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長浪的部分 在禮拜三之前 基隆北海岸東半部 恆春半島包含綠島蘭嶼 跟西南沿海包含澎湖跟金門 都有長浪發生的機會 另外在風浪的部分 明天的話在馬祖 以及我們的桃園以北的沿海 基隆北海岸跟東北角 以及綠島蘭嶼呢 還是容易出現九級左右的強陣風 海面上的風浪也會比較大 所以明天的部分在海面上活動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安全 至於降雨的現況來看的話 我們由雷達回撥圖來為大家做現況上的說明 現況上來看的話 目前颱風外圍的雲帶已經漸漸接觸 基隆北海岸、宜蘭跟花蓮這些地方 所以這些地方的雨勢可能會逐漸的出現 另外要注意的是就是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繞流跟西南風的影響 在中南部地區呢 也還是持續有降雨的狀況 這裡也要提醒大家特別的留意 至於定量降水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24小時降雨的部分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 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我們可以看到 在北台灣的部分 也就是桃園以北、基隆北海岸這邊的降雨 是持續的 一直到明天的下午到晚上之後呢 才會逐漸的減緩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距離颱風比較遠的 我們的中南部地區 持續的會有降雨的狀況出現 甚至到了明天晚上呢 中南部的雨還是持續會有下雨的情況 也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呢 我們就針對剛剛降雨比較明顯的地區呢 發布了大雨特報 特報的範圍呢 就是包含在桃園以北跟南高坪的部分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有局部大雨發生的趨勢 當然 我們也會試最新的狀況 適當的是我看 最近這些特報 是不是要 試實際的狀況來做升級 最後提醒大家 明天呢 適逢大潮 所以在低洼地區呢 是容易有激淹水的狀況發生的 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另外呢 明天在被封測的 東南部地區呢 還有焚風發生的機率 也要提醒農民朋友們 一定要特別注意 以上是這一節 颱風的動態說明 我們會發展的 第一小月 判斷